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明天六点四十 在车站等你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写 可以吗 也许这就是我跟她的距离吧 她看的书根本就看不懂 自识 真是 丧颜 你论文写得怎么样了 我这参考文献不够 我明天必须去一通通过 我这论文还没写完呢 我论文也没写完呢 你怎么回来了 给你带了吃的 要是吃自己拿啊 好 别了 都怪你 不是你从你上班这房子 怎么拿吃的回来我能那么胖吗 都怪你了 老许 我妹刚给我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东西落在那儿了 我东西往上拿 你等一下 赶紧拨过去 你找到了吗 小朋友 有个落什么在你那儿了 不是你的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是我的东西落在你那儿了 什么东西啊 作业吧 那我让你哥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 可是我还没写 你是想让我帮你写 没有 因为是 是作文 我会来不及写的 那你怎么会叫你哥帮我写啊 他会打断我的腿 吃饭 这作语是老师布置给你的任务 你没有带你可以跟老师坦白跟老师道歉 说你之后会补上 但是你不能让别人帮你写 你一般几点到学校啊 七点四十 七点四十 七点钟起床 那你明天六点钟能起来吗 为什么 那我明天六点四十在车站等你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写可以吗 嗯 那你现在就赶紧想想这作文要怎么写 然后洗八点赶紧去睡觉 好的 六点钟啊 记得订个闹钟 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嗯 去睡吧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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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